大家好,我是曹哥 把鸡蛋倒进滚烫的开水里面 没想到出锅以后这么好吃 这种做法肯定好多人都没有吃过 这样做出来鲜香美味又好吃 主要是做法特别的简单 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的一道菜 它的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下面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是怎样制作出来的 首先我们要准备四个鸡蛋 鸡蛋的数量也是根据家里的人数来定的 家里的人口多的话要多准备几个 鸡蛋倒入碗中之后 我们用筷子将它搅散 把鸡蛋搅拌成鸡蛋液 最好是顺着同一个方向搅拌 这样会搅拌更均匀一些 鸡蛋搅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准备几根小葱 我们直接把小葱切成葱花 葱花切好之后直接放到鸡蛋液里面 然后用筷子将它搅拌均匀 把葱花给它搅散 搅拌均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块瘦肉 把瘦肉切成薄一点的厚片 瘦肉切好之后再改刀多成入末 入末我们一定要剁细一点 不要剁得太粗 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收入切好之后 遭入网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西红柿 对半切开 然后把里面的硬形切掉 不要 全部切好之后再改刀切成小块 西红柿全部切好之后也装入网中备用 准备几粒大扇子也把它切成薄片 再改刀剁成蒜末 蒜末切好之后 遭入网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半截大葱 把大葱切成条 然后改刀切成葱末 切好之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接下来把锅中的水烧开之后 把鸡蛋液倒进滚烫的开水里面 不要一次性倒入 要像我这样成细腻钻 然后我们稍微把火关掉 关掉以后 硬铲子慢慢的推动一下 让鸡蛋受热更加的均匀 把锅中的鸡蛋慢慢的让它成块 让它在锅中慢慢的凝固在一起 大概一分钟左右 鸡蛋就成块了 成块以后我们一漏勺将它捞出来 把它放到碗中 接下来我们起锅 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油烟之后 把切好的肉末放入锅中 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瘦肉炒成入末 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炒个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帮忙点个小红星呗 入末炒香之后 把西红柿也加进来 再把蒜末和葱花加进来 开大火 快速的将它翻炒均匀 炒出蒜香味和葱味 把西红柿炒出汁水 全部炒香之后 加入一勺生抽 一点点适应盐 喜欢吃白糖的 加入一点白糖 再加入一点胡椒粉 如果不喜欢吃白糖的 我们可以不放 然后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所有的调料同时融化 全部炒香之后 加入一碗水晶粉勾芡 然后我们快速的将它翻炒 把配菜炒至凝固 将它炒至有点能处的感觉 就差不多了 像这样子已经特别的香了 然后把料汁淋在鸡蛋上面 哇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 比蒸出来的还要好吃 而且这样做出来也特别的香 再撒上一点葱花 点缀一下颜色 那真的是太美味了 马上就要过蒸秋节了 如果家里来了客人 坐上这么一盘 老人和孩子特别爱吃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 嫩滑爽口 比蒸出来的鸡蛋更入味 比豆腐还要鲜嫩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做法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关注我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